衣架要如何回收 您知道吗 慈济新北市双核环保站 每个月都会收到好几车 百货公司废弃的衣架 因为处理的过程相当繁琐 必须要先经过悄悄打打 再分成塑胶和铁类 坊间的回收站一般都不愿意接手 就成了慈济环保站里头 银法族志工们眼中的资源 铁锤轻轻一敲 衣架的铁钩和硬塑胶体立刻分离 但别以为就这么简单 你看这个不一样 它海绵它不能卖 你就要把它拿掉 这样把它拿起来 这样抓干净 这个就是垃圾 过程在繁琐也没人抱怨 黑色衣架来自百货公司 随着清仓换季或是贩售款式不同 每个月双核环保站都会收到 将近五吨的废弃衣架 这个没有分类分清楚 回收站不收这个 而且这个装起来很占空间 所以一般民众他们没有 像那个平时在旁在外面剪 剪纸他们不收这个 铁归铁塑胶归塑胶 拆解动作看似简单 对这几位阿嬷级的志工 却是相当吃力 尤其还得忍受十度左右的 湿冷低温 因为没有人想浪费一丝一毫 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 价钱很低 这个也是不容易烂 这个要一二十年才会烂 这个硬胶 一般人在弄都没有弄 弄这么复杂的 他们嫌麻烦就丢掉烧掉 都制造那个垃圾 对不对 污染空气 别人嫌麻烦不碰的东西 对瓷器环保之工来说 却像个宝 一个念头要减少大币 过多的孜单 大约新闻消息的张俊伟台北报导 对瓷器环保之工